2.0T大马力一混动的猛丢运动版 我是加油奥多车辆 这台车它的功率分流距数 跟风天的功率分流距数 有哪些区别 以及这台车本身有哪些特点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好好聊聊 首先我觉得这台车 第一个最吸引我的点 就是它的尺寸和颜值 接近5米的车长 超过2米9的轴距 整个的车长比超过了0.59 而且它的车高只有1米6 车宽接近2米 所以是一个非常宽体低趴的造型 而且它的前脸是有3D龙铃的设计 当你靠近它的时候 它的龙铃会自动的翻起 营造出一种呼吸的效果 这套前脸鞋大家就很熟悉了 福特的加速化设计 走到哪儿呢 它的辨识度一定是足够的 再加上这台车本身用了黑黄 两种颜色的撞色设计 看起来是非常的醒目 特别在阳光的照射下 非常的耀眼 非常的运动 而且它的满载离地间隙 也是达到了168毫米 比一般的轿车 它的通过性要更好 所以它是一个兼具了轿车的低趴造型 和SUV的通过性 两种造型风格 鱼一身的这样一种跨界设计 我觉得它就从造型本身来说 就特别适合那些 不想去隧道6 想追求自己独树一帜风格的那种 比较有自己独特品位的那些人 我们来体验一下 它的车内空间表现怎么样 以我178的身高实测 前排头部大约一拳 前排的座椅宽度大约51公分 表现还算中规中矩 来到第二排 腿部空间非常惊喜 足足有40公分的宽度 座椅宽度达到了53公分 表现也不错 和蒙地欧运动版这种跨界造型 掀开之后尾箱就选择特别大 它的官方数据已经超过了500升 那我们今天来实测一下 看看它到底能装多少个行李箱 我们现场准备了 两个28的 4个24的 还有两个20的 看看它后尾箱 在座椅不放倒的情况下 能不能装进去 不是不知道 原来这台蒙地欧运动版这么能装 总共分了几个箱子 123456 8个箱子 第三个我们讲一下 它的这套功率分量技术 跟丰田的功率分量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是它的马力更大 这台2.0T的燃油机 EcoBoost的系列 最大就可以输出288匹 而它的电机呢 也可以输出190匹 两套动力综合的输出 可以达到308匹 让这台车它的0百 实际是可以跑到5秒级 而它的官方WTC油耗 最低5.99升 事实上我们这次试驾 车上做了三个成年 然后走了一圈 大概80多公里 大概又是两个小时 最终呢 跑出的表显油耗 是最低3.9升 毕竟我们车上是做了三个成年 如果是我一个人开的话 我相信开个3.6 3.7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开这台车 在山路上绕弯 虽然我们车上接近满载 但是这台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不光是在起步那一下 电机输出的时候 那种动力的跟脚 那种响应之快 更深刻的是在中后段 特别是从40到80 从80到120这些速度 它的动力 跟相比较电驱的动力 来的要更持续 它的后劲要更加的充沛 比如它的官方数据 从40到80 这个我们在日常行驶 最常用的超车的速度 它的实际用时呢 只需要2.4秒 可以说整个这套动力 是一套性能和能耗 都可以兼顾的动力 不得不说我们中国市场 确实是太卷了 能把这种强调动力 强调操控 不怎么注重油耗的福特 逼的开始被迫的 开始卷油耗了 而且一出手呢 就能把油耗卷到 3到4升级的水平 它这套动力 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功率分流技术 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福特这套行齿轮的功率分流呢 跟丰田的功率分流呢 其实也是同种同源的 但是在结构上 是有些不同的 比如说啊 丰田的那个功率分流 我们都知道 它是P1电机 也就是MG1电机 也就是发电电机 连的是那个太阳轮 发动机呢 连接的是行驾 P3电机 或者叫MG2电机 或者叫动力电机 连接的是那个外齿圈 三个物理结构 互相牵制 所以就导致丰田的这种行齿轮呢 它始终是没有办法 非常尽兴地发挥出 每个动力源的能效 因为它三个这个动力源呢 它始终是不能互相摆脱的 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 但是福特这套动力呢 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的P3电机 是不连外齿圈的 是直接连到传动转上 直接去驱动轮端的 所以它的P3电机 在输出的时候 就可以非常尽兴 不用再去考虑 你的P电机 你的发动机 那些东西 不用在背后再牵制它 所以它的输出 要更加的迅猛 在一个2.0T的发动机 有288匹马力的输出 所以说它几乎可以在 日常行驶的绝大部分速度 都承担一个发电的角色 虽然呢 它的行程齿轮结构 决定了它不可能像 增车车一样 百分之百的躲在幕后 百分之百的跟轮端结偶 但是它在低速行驶 或者功率需求 比较小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发动机的 主要功率 用来给P电机发电 尽可能的在轮端 保持一个纯电驱动 虽然这时候 发动机也是有直驱轮端的 然后呢 在功率需求比较高 或者是需要你直驱 或者是需要你 极加速的时候 这时候发动机 大部分的功率 用来驱动轮端 这时候还有剩余的 一部分没用完的功率 再传给P电机 所以它整个发动机 驱动轮端和带动P电机 发电这两个过程 它始终是搅和在一起的 所以就可以充分地 保证这台车的发电能力 只要逮着机会 就可以让电池充满 只要逮着机会 就可以让轮端 保持电驱动 所以这台车 你会发现 它基本上在 时速七八十的时候 它的轮端 它的仪标显示 这时候都会显示 是电驱动 理论上 只要电池有电的话 它就可以一直保持 轮端的电驱动 说一下这台车的操控性 我们车上坐了三个成年人 这台车本身有一点七吨多 但是它开起来 真的跟这个体量的电车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体量电车 因为底盘铺了大电池 起码比它要重了 五六百公斤 这五六百公斤压在底盘上 你会觉得整个车非常的沉 虽然现在电车动力 肯定是很冲背的 低扭也很强 但是你始终会觉得 开了一个很沉很重的东西 走在路上 比如说压过一些颠簸 踩下刹车的时候 这种车身那种惯性的感觉 这些电池的感觉 在这台猛丢混动上 是完全感受不到的 整个这台车开起来 就是如必指使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虽然它的转弯半径不小 6.1米 因为这台车本身接近5米长 其实在城市里面开的话 你会觉得大车感还是很鲜明的 但是因为它指向精准 底盘回弹又比较的轻盈 干脆利落 所以你开起来 你会觉得真的非常的得心一手 在山路上开起来 因为它重心比较低 动力的连贯性又做得比较好 特别是在中后段的时候 它的后劲是非常足的 所以你在山路上开起来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的一台车 在我看来 如果必须要改进一点什么 就是它的底盘 底盘我觉得现在的路感 是过于强了一点 它在过减速带小坑洼的时候 你会觉得底盘非常干脆 弹跳非常干净 整个车身的跳动 也能够非常好的拉住 但是在连续过电波路的时候 特别是一大片碎势路 你关刀关刀这样过去的话 你会觉得整个的振动和声音 碎了一点 底盘的这种高级感 这种油润感稍微差了一些 我觉得它在底盘称道之外 可以做得再软和一些 或者再加强一下 最后我们就来说一下 这台车的安全 首先来说猛丢这个车 在中宝延的硕士上 也是拿到了全优 不管是智能的驾驶 还是被动的碰撞 以及行人保护 三个方面都是拿到了全优 实际成绩证明 这台车的安全性值得信赖的 这次我们也详细的了解一下 它全车有52%的结构 是用了高强钢 包括前后的防装梁 包括车身框架 包括门内侧等等这些支柱 大家可能会觉得 52%的比例 似乎也不怎么高 你看现在很多共产车 动不动是80% 90% 但是福特对高强钢的定义是 康拉强度在600兆帕以上 才能送到高强钢 据我所知 有些品牌 它是把300兆帕以上 就看成高强钢了 而它全车最硬的部分 是从A柱一直延伸到C柱这条弓形的梁 这条梁呢 它是1700兆帕的马尸体钢 此外呢 它在引擎盖两侧的位置 一般来说就是一条结构的钢梁 这样垂直戳着 你看蒙迪欧的设计就非常独特 它是一条弯曲的梁 像一个S这样的设计呢 它能够让障碍物这样滑过去 就像大太极一样 一躲 然后一卸就把你的力给卸掉了 它的这个独特的设计 就能够卸掉25%偏碰撞的 很大的一部分力 所以呢就能够保证整个A柱和成员舱的安全 还有我们看它的门内侧 也是那种W型的钢梁 包括每扇门都是一横一斜两条钢梁 你可以说它的人际交货啊 或者说它的整个油耗 不如某些国产品牌做的好 但是如果说到安全的话 福特绝对是在第一阵营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台车两款配置 20万9千8是22万9千8 以前呢这个造型刚出来的时候 卖25 6万 大家可能觉得贵了 现在价格下来 而且动力从燃油也改成混动了 无论是经济性 动力性 平顺性 精密性 包括性价比都上来了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个造型 认同福特这种安全第一的理念 同时呢也追求操控乐趣 而且更重要的是相比带大电池的车 它没有电池贬值的风险 也没有自然的危险 它可以提供一种更安全 可靠持久的高价值的体验 那么你就可以来好好的对比一下 好好的来试驾体验一下 这台Mondeo运动版